阿海 Jano, 怎麼了? 山叔, 你怎麼坐輪椅? 他在秤樓的時候滾到樓梯 痛到腳走不到, 就用輪椅推他 你怎麼搞的? 山叔跪得這麼重 你還推他來近嗎? 你推他去看醫生 我也想馬上去看醫生 但我們從兩個小時才下班 陳常說過提早離開 就當成半天 阿嘉, 我免得沒了花紅 就堅持照片 放心吧, 新叔 我會繼續推你們循樓 兩個小時很快過 這邊… 阿俊華, 怎麼走路不大眼 對不起…翊高 我今天真的沒大眼 阿俊華, 阿貓做青光雅手術 所以看不到東西, 不好意思 做完手術這麼辛苦 怎麼不休息休息一下 是呀, 唯一年明的那天花紅 沒辦法 怎麼會這樣呢? 不舒服也不敢請 受傷也不敢請 連做人手術也不敢請命 怎麼我們上班也這麼節奏 你還沒這麼口響 我想說, 接著有人把大陸衣服包包給大陸衣服 行…我不會包在口裡 你不包而已, 但這裡人也有口罩 但有什麼想罵的, 讓我罵你吧 好 讓我罵你吧 好 都是一個超值的豪華果欖 明天早上有病假就有了 大陸衣服 好… 爹地, 你的政策搞什麼? 一時一讓 我之前都是誤會而已 其實我會關注員工的健康 你怎麼搞的? Andy, 你病嗎?請教回去休息一下 不是, 大龍先生 我只是沈胡椒粉 攻傷我鼻子打過一次而已 不用說了, 為你身體著想 我要你馬上拿病假去看醫生 大龍先生, 為你好 叫你拿病假, 你就要拿 Ivan… Ivan, 你要了嗎? 沒有, 撞傷了兩隻腳 你撞傷了兩隻腳 可能會斷骨, 可大可小的 馬上請教去急症室檢查 應該沒那麼快吧? 你去就去吧 是, 大龍先生 我今天請病假 我扶你了 快點 小心 大龍先生, 我們先走了 姐夫, 你做病嗎? 現在是流感高峰期 病菌很兇的 爸爸, 一有病就要馬上去看醫生 你們說得對, 我也拿了一日假 就這樣吧 好 大家都看到了, 大龍先生也這麼謹慎 如果你們一有病, 要馬上請病假 媽姐, 整天早上不停 你又咳嗽, 又咳嗽, 你做什麼? 作病嗎? 我不知道, 之前的感冒還沒清 今天早上有流鼻水和頭尺 我在想, 可不可以請病假? 當然要請病假, 有病當然要看醫生 如果你能受到, 我勸你不要請 為什麼這麼說? 大龍先生雖然說歡迎大家請病假 但是她說一套, 做一套 今天是擺空城計的日子 那些記者應該正在來 公司是不是很多人請假? 我剛才問過人事部 Helen和Mokka 全公司的人都回來了, 沒人請病假 你又說這些人是流感高峰期 一定有很多人請假 為什麼現在出席率比平時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是我們同事身體好, 沒人病? 事情不是這樣的 我剛才在初年咖啡店 看到他們不是發燒就咳嗽 每個人都病得死了 初年咖啡店的奶茶很有名 不如試試看 是呀, 反正有很多時間 我請大家喝杯茶 不用客氣了, 我們現在立刻做採訪 不好意思 小龍先生…大龍先生, 早晨 小龍先生, 你咳得很浪費你 你病了嗎? 沒有病, 沒有… 咳嗽成這樣都說沒有病 有病就拿假看醫生, 回家休息 雲姐叫我千萬別相信大龍山 我沒有病, 我不知道多精神 你發燒, 差不多四十度 因為我剛才跑過來太熱 太熱也不可能四十度 這東西壞了, 跟你一樣 快點, 我先回去 我追上來了 阿蓮趕走失敗病亡了嗎? 他呢?正在努力 牛仔很厲害, 弄得我翻翻 郭爺 怎麼回事? 有沒有被保安部發現? 當然不要了, 當然是我們走來踢上來 不要, 保安到處抓人, 凹凹凹凹凹 我們快走吧 我們只是不想被人解僱 弄得好像走爛 先等等 Ivan 我昨天出入保安部的CCTV 我看到鐵面親在你們那邊 如果你還沒退燒, 快走吧 危險, 速逃 來… Peter 阿菊, 怎麼樣? Ivan叫我們亂避, 想要是誰? 大家同病相來, 隨便避吧, 隨便避 保安部在商場裡抓病人 幸好我能跑掉 我們現在在哪裡? 把電話問一下 Ivan 電話, 阿菊 保安部殺到他哪裡? 我想我幫你們不到 你們全部都發焦 有病就要請病家 阿菊, 你們走吧 走吧 走 走, 阻礙你, 走 我先拿點東西, 行嗎? Ivan他已經被保安部刪拒 什麼? Ivan也被人捉了, 你是不是很危險 來… 你們肥包圍, 舉高雙手投降 全球都發燒 有病就不要上班了, 阿田面鏟 跟我說的就你一個都沒留 不要… 不要… 你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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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 快點… 阿菊 我求求你, 可以… 我跪你, 我很想發功 你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阿菊, 你們這邊公司真壞 你們好恐怖 這件事不是像你們這樣想的 這件事是點這罩 留給觀眾自己判斷 來, 拍下…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阿菊, 阿菊 你這幾天病得很混混混混混 流感病毒真的很厲害 爸爸, 當你不讓病了 到同事放假 自己上班又不戴口罩 我剛才這麼容易生病 小小小小 誰說我不讓他們放假 是他們死也要上班 威哥, 我先煲湯給你, 先喝一口 不喝…我生病了這幾天 你們拆單拆得怎麼樣? 報道出了, 但跟我們的預期 有點出入 那是怎樣? 網民看到同事都哭了 都要求上班 就一面倒同情他們 又說公司違反人性 訓練到員工變成社畜 不過, 還有個好消息 這宗新聞 吸引了很多外國傳媒報道 但就說我們接狼 是亞洲最黑心的企業 出小句聲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